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Jack中医师 现在大家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出门需要长时间戴口罩 这其中的苦每一个人一定深有体会 比如戴口罩久了感觉呼吸不畅 胸闷心慌 戴口罩的面部皮肤过敏甚至破溃等等 耳朵由于口罩袋子的压迫出现的疼痛 鼻梁处被压迫感觉不是 或者因为戴眼镜出现的雾气影响到视线 我用了一周的时间 比较了几十种的方法亲自实践总结今天这个短篇一次性帮助解决 所有以上戴口罩的烦恼 觉得实用就点赞收藏转发给您的朋友和家人 有第1次来我频道的朋友我的健康养生频道和其他的频道最大的不同是 我所分享的健康养生保健的知识与方法 很多都是通过我的临床实践 有效我才分享给您 欢迎大家 点个爱心关注 这样呢我们可以 保持联系 大家有任何 关于 中医 学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提出来 我们可以 互相进行交流 首先 戴口罩久了 皮肤容易过敏 甚至破溃 因为在鼻梁 颈骨 和耳部的 皮肤层 较薄 且缺乏 脂肪层的缓冲 很容易造成压力 相关的 损伤 加上天热 出汗较多 会出现局部 皮肤 冲雪 破溃 那么如何解决呢 我们 可以在戴口罩前 在鼻梁 颈骨 及 耳阔部位 涂抹 润肤剂 像这样 我们用一点 润肤剂 涂在 鼻梁 颈骨 及 耳部 周围 这样呢 它可以减少摩擦 同时 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 通过 变换 戴口罩的位置 来 减轻 局部的压力 第2点 戴口罩时 如果有 戴眼镜的朋友 发现 眼镜总是容易起雾 会影响到视线 主要是 我们呼出的热气 通过鼻梁的缝隙 在眼镜上 形成的 其实 解决的方法也 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 戴口罩后 在 鼻梁处 加一个 创刻贴 就可以 轻松解决了 像这样 我们贴在 鼻梁处 按压一下 就 在戴上眼镜的时候 就不会再 产生雾气了 第3个困扰 很多朋友抱怨 长时间 戴挂尔式的口罩 时间久了以后 容易导致 耳部的疼痛 那么 如何来解决呢 今天跟大家 分享一个妙招 我们可以 巧用 牛奶 香上的提手 这个就是从牛奶香上 取下的提手 我们 用 提手 套在 挂尔上面 绕过 头枕部 戴口罩 像这样 使受力点 避开耳朵 这样呢 就可以 减少 耳部的压力 第4个困扰 戴口罩 久了的朋友 都深有体会 常常会感觉到 呼吸不畅 甚至 胸闷心慌 除了更换 透气性 更好的 口罩以外 今天 教大家一招 简单有效的 呼吸训练法 训练 吸气和呼气的方法 使我们 快速的 适应 戴口罩的状态 这个方法叫 5次 呼吸法 通过一次 高质量的 呼吸 即用 鼻孔 吸气 4秒 屏气 2秒 再通过 口 来 呼气 6秒 我们可以在 戴口罩前 戴上口罩后 和 摘下口罩时 分别进行一组 5次 高质量的 呼吸 为了节约时间 我跟大家 示范 一次 在戴口罩前 我们进行一次 高质量的呼吸 用 鼻孔 吸气 4秒 屏气 2秒 再 呼气 6秒 然后 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后 做同样的动作 做同样的动作 吸气 4秒 屏气 2秒 再 呼气 6秒 当我们 摘下口罩后 再 重复 做一次 高质量呼吸 这样 可以 真的 帮助到你 来 适应 口罩的状态 在这里呢 Jack要提醒大家一点 因为 我常常看到 有些人呢 在 摘下口罩后呢 直接就把口罩 放进 衣兜里 那么 千万 您要注意 污染面 和洁净面的概念 外面呢 是污染面 里面呢 是洁净面 那 我们 最好呢 是可以用一个 干净的袋子 将洁净面 折在里面 然后呢 把它 放在干净的袋子中 然后 我们 再放进 衣兜里 或者 如果是 短暂的时间 我们 也是要将 洁净面 折在里边 然后 可以把它 挂在 手臂下 同时 您要注意了 这时候 手呢 已经 触碰了污染面 所以我们要 立刻进行 手部的 清洁 消毒 以上的方法 都是通过我的实践 真实而有效 希望 可以真真切切的帮助到大家 解决戴口罩的烦恼 别忘了点赞 转发给 您的朋友 及家人 我是Jack 踏踏实实分享健康 让我们在 健康路上 不迷路